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爛韭菜,我是Noray 這一部影片呢,我們要講中鴻 2014 中鴻在我們去年的時候有做過講解 也是鋼鐵那時候還蠻夯的時候 去年 大概暑假的時候吧 對,然後呢,在中間的過程中都沒有再去 做過講解 那在今天有機會 因為蠻多鋼鐵在 前段時間啊 一兩個月前就開始做反彈 然後剛好遇到 戰爭啊 然後 反正一些 漲價,一些行情 可能有一些反轉 所以可以多加的 關注看看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觀眾的留言 中鴻因為三張平均成本 56 等解套 想知道 支撐壓力在哪 想要來回虛弦操作 買低賣高 降低成本 那我們就針對這一個 平均成本56 來做 講解 那 還有一些 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好 56呢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上面這個地方 我的線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56 我們先抓56 56 平均 三張的話呢 那蠻有機會是在 這個地方 做這個 追高啦 那可能追高之後 然後 向下反轉的時候 沒有做 停損 所以 可能就是 落在 56 這個還蠻高的價位 但是呢 我自己以我自己的觀點來看的話呢 我們先看看 6月1號 的上影線 6月17號的上影線 再來呢 7月19號的上影線 這三根 再加上這個 7月8號的下影線 可以發現說 他們中間的位置 剛好 Match到的位置 是55塊整 所以說55塊整 這個位置呢 在之後 因為目前是46.55 那 再走一個 上升的 趨勢 以日線級別來看 走一個上升趨勢的 階段 如果說慢慢的漲 漲到了55 這個位置呢 是一個 在 假設 在我們這邊附近 做進場的人 一個 蠻好的 停力點 對 蠻好的停力點 再來呢 我們看 看一下 第二條 平行線 第二條平行線呢 我們主要 針對的位置 是連接 這個地方 跟 這個地方 為 45 45 為他 目前的趨勢當中 不能夠去跌破的一個平台支撐 因為 他從去年的9月這個地方 向下修正 從 大概是9月底 那10月初 這邊一路到達了 這個 3月21號 來一個 跳空 對 跳空開高 直接越過45塊 這一個 算是 底下的 頸線 對 底下 也不算頸線 應該是底下的壓力線 然後呢 就在上面這邊做盤整 所以我自己 個人認為說 45塊這個地方 蠻大形成這個支撐 支撐那 45元到55元 這中間會有 10塊錢這個 價差 理論 是我會去 關注的 所以我會去關注 那 為什麼抓45 如果說 以前面來看的話 其實 很難抓到45 說真的不好 抓到45 因為呢 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個地方 是不是 有好幾根也是碰撞 那這個地方是47.5 那你看 看一下下面這個位置 下面這個位置呢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 42.5 對不對 好幾根 42.5也有支撐 42.5變成了壓力 但是呢 這邊反向過來的時候呢 你卻發現說 42.5確實好像是有壓力 但是好像 沒有 45塊的壓力這麼大 所以 如果說假設 當時候 行情 對不對 還在跑的時候 其實很難做決定 但是目前 呃 算是一個時機 只是剛好這個時機點 如果說在 這一個 呃 如果說在 1月 1月這邊啊 12月底 到 3月初 就是還沒形成這兩根 3月7號跟8號的 這兩根的時候 我可能 真的會認為說 僅限 應該會落在 42.5 這個位置 但是呢 雖然說 看起來 好像其實也是 蠻正確 不過目前我所觀望的 會到45 這個位置 為他 目前的 支撐的 這個 價位 那我就 慢慢的說下去 就說前面這邊嘛 我畫一條 上升趨勢 也是兩點 連成一線 劃上來之後呢 可以看到 這個位置 有5根 大概撐住 那在第6天的時候 算是 向下去 跳空開地 然後 就跌穿了嘛 那跌穿了之後呢 這邊 慢慢的盤整 反向上來到達了 大概落在45塊的位置 然後開始往下壓 也是 這條上升趨勢線的這個雙重交叉壓力的位置 那他往下去修正呢 是修正到了 一個 算是到 36.6 那當時候呢 假設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 看向他修正到 大概落在 34 35 就是 左側這邊平台的這個 支撐的位置 大概是 落在35塊 34塊 這個地方 但是他沒有嘛 他沒有 所以 我們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可以畫一條上升的趨勢線 這條 可以發現說他三個點 兩點嘛 連成一線之後呢 那他是向上的趨勢 所以說他目前是在走一個日線級別向上的趨勢 目前最大的壓力會看向55塊 然後呢 45 45這一條 會形成支撐 那 下面一條上升趨勢線 假設跌破45 我會 再持續看到 這一條 上升趨勢線 是否會跌破 如果說沒有跌破 持續撐 那當然就是做一個加碼 那 攤平一個成本 那 讓他持續的去跑 跑到了55元 這個壓力位 或者是說啦 或者是說 我們的 左側這個高點 就可以先行先出場 當然還是要看你 手上握有多少資金 因為 45塊 漲到大概這個 落在49塊這個地方 大概有10% 10%的利潤 就已經 足夠讓你先行 讓自己手上的個股先 可能你先賣掉一半 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都OK 對就是還是要看你 手上大概握有多少的籌碼 那你再去做決定 我自己是 遇到了 壓力 先行遇到壓力的時候 一定會先出場 那再來遇到主壓力的時候 就會賣的比較多 都賣的比較多 獲利比較多這樣子 那或者是說全部賣掉 那當然全部賣掉 大家一定會有一種心情 就是怕 怕他後面價格再往上拉 然後你賺不到 其實大家都會怕 大家都會怕 所以說 如果說可以先行 落袋為安的話 當然是最好 而不要 進場之後 空手而回 而又 怎樣 又虧損 這樣我們去判斷就沒有什麼意義啦 我們去等待也是有一些時間的成本 有可能漲得難 漲到 像我講 49塊 又突然又反向墜 然後這個墜呢 有可能是直接跌穿了45 又跌穿了下面一條 上升趨勢線 那不是什麼都賺不到 對啊 那目前看的啦 通道 周線級別 也是在一個 蠻小的 Range 裡面做一個 上升的一個通道 那 對忘記講這個下降趨勢線 其實他這檔下降趨勢線是 不好判斷 因為 他這個高點嘛 有幾根 123 3根有點排列在一起 而且走一個 蠻陡峭的下降趨勢線 這個 我畫起來 就是他 差一點點 他的線就會 角度偏很大 因為他 他太接近了 變成說他當初這邊 向下盤整 應該要有一波 往上反彈 對 譬如他 有彈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這邊再畫一條 下降趨勢線 這樣是一個 看似會比較準確一點 不過他沒有 所以說 我自己現在目前 就是 已經把他當作是已經突破 下降趨勢線 雖然說 我沒有去劃線 那劃線 也是 可以 就是劃出 這樣的線 但是呢 你這樣劃的話 那我這樣畫不是也可以 現在在壓力喔 對啊 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不是說 太大的正確 但是目前 我自己個人認為 已經 算是已經走完了 下降的格局 開始做反彈嘛 畢竟我們 日限級別也開始從 底部 32.25 這邊 11月底的時候反彈了 現在已經4月了 反彈了4月了 所以目前的趨勢 一定是向上 然後呢 我們就找尋一個 比較好的 支撐價位 那 看得懂 第一個支撐 第二個支撐 第一個支撐守不住 我們就 守 第二個支撐 第二個支撐守不住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 停損 或是說 你在向下找支撐 都可以 那主要還是要看你 對於這一檔這個長期的這個趨勢啦 但是我自己個人的話呢 如果真的跌穿了 我會比較選擇是 停損 而不是 就是被套牢這樣子 那這一檔中紅的這個 分析 就大概講解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我影片的話 就幫我點個讚 再幫我訂閱起來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記得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